OK就談到這個開公司做生意是不是要有一個律師 在旁邊我想在台灣來講早期可能比較沒有這個需要 因為大部分的人他們做生意代就是說就是自來自往 另外沒有那個文化的需求 因為律師來講可能會製造很多的麻煩 而且費用方面是蠻高的 早期的台灣也比較少這種訴訟的事件 在最近來講是越來越多的公司 尤其是比較大的公司他們有一個律師團 因為也是學習西方社會他們漸漸的他們知道 哪些在華麗上違緩的事件 其他的公司他會去搞就像那個版權的問題 那我想就是現在越來越多的公司 有一個是律師團或者是說有一個律師的夥伴 那當然比較小型的公司可能目前還不是有這種趨勢 那可能不是長時期有一個律師團在旁邊 可能就是說有需要的時候 然後再繼續雇用一個律師 那我知道大的電子公司他們都一個非常好的很強的律師團 在台灣就像有峰海企業 就應該要有戰爭的 然後我們就好到旁邊